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引述現任和前任官員 白宮上個星期指示國家安全局、中情局、國防情報局三大情報單位 檢視疫情爆發初期折取的通訊、線報和衛星圖像 撤查中國和世衛有沒有任何隱瞞 報導說調查方向之一是世衛對武漢兩間病毒實驗室了解多少 特朗普說很快會有調查結果 特朗普再次質疑中國確診個案不可能少過美國 認為數字上的差距是因為兩個國家的透明度有分別 又形容中方官員大搞公關裝無辜 世界上他們處理疫情的方式 足以證明北京用盡辦法阻止自己連任 他沒有說明會用什麼方式令中國承擔後果 只是說有很多事可以做 國務卿蓬佩奧就再次敦促中國 被外國專家到武漢實驗室調查 我們不清楚這個病毒出現了 有幾個研究員在中國的工作 我們認為是在中國的病毒進行中 我們不清楚他們在安全性上 以防疫情再次發生 記住,這是不是第一次我們有疫情出現中國的病毒 不代表中